以色列从23号开始 对黎巴嫩真主党 发动大规模猛烈空袭 造成自2006年双方冲突开始后 最严重的人员伤亡 当天晚间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警告黎巴嫩平民 立即从危险地区撤离 数千名黎巴嫩人从南部逃离 公路上挤满了车辆 黎巴嫩卫生部称 遭到以色列攻击的都是平民区 然而以色列军方声称 已经采取措施最大程度 保护平民的安全 真主党才应该为平民伤亡负责 此外以色列军方也表示 已经做好准备在必要时 对黎巴嫩发动地面入侵 真主党则表示 在以色列发动袭击后 也向以方的几个军事哨所 发射了数十枚火箭弹作为反击 都为国家领导人呼吁交战双方 保持克制 避免态势升级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云贤表示 对以色列和黎巴嫩的 平民伤亡和紧张局势的升级 保持警觉 总理阿尔巴尼斯再次呼吁 在黎巴嫩的澳大利亚人 应该在航班中断前 尽快离开黎巴嫩 SBS中文新闻 王子荀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